疫情仍然嚴峻,過去一個月全球每日新增確診個案在60萬宗水平,而踏入12月,美國每日確診也由20萬以下升至以上。 可行的是,全球疫情死亡率進一步跌至2.3%,而美國的亦跌至1.9%。 消息面則較反覆,之前炒有疫苗,但最近則發現面坦後為症。 其他消息,適應反覆,譬如國會撥款,說過又說不過,英國脫歐談判,說又得傾又說拉倒。 於是美匯跌至90水平後有點失方向,美國十年期國債息升至近一里後也見膠著, 道指見30,000點,標指見3,700點後一樣佛力,而V.V.I.X.又100邊氣少抽易同樣無力。 論技術,風險資產大致達通道頂到位,但畢竟年尾氣氛麗好,加上歐洲央行先行加馬,聯儲局本周開會也或當好消息炒。 事故膠著失方向的狀態了形持續,年尾更惑抽上。明年美股展望,大升的有人講,大跌都有人講,其實最可能兩邊都是大隻講。 首先,長短息差所預設的衰退概率仍在下跌,技術上固然不能排除,G.D.P. 會在間歇收縮,如因基數效應等,但縮度今年第二季般則不會了, 故股市對應的變化是仍有上落,儘管資金多了會放大波幅,但亦難如3,4月半驚人,而上落得來也會偏近高位一邊。 要時上落多於單邊,偏高多於偏低,那麼策略上倒簡單,每逢高位稍有像樣調整,不妨買入, 心態是炒浪多於長渣,而調整的時空不妨以二至四周,半成至成半為盡則。 分老要講概念,選主題,今年地區炒美股,行業炒科技,而它們愛尋寶最落後的雜性,明年長尾轉勾,啊! 新經濟轉舊經濟是意料中時,無妨,但輪流炒環是一,兩季二。 港股方面,恒指已近二十七,一,X,X,怎知歷史高位起的下降軌,說是受了而會也可成立。 始終香港已被中共玩殘整死,股市不散亦只能夠延殘,逃堤要回三月起升軌二十四,三,X,X,點柱。 別被早輪港式跌了片道,其實近期會升,而港匯亦偏離強方,貨幣基礎亦末於十一月前搬急升,近期二轉幻行,可見資金融入乃過去式,何況以錢本質就蝕隨時可走。 明年疫情無疑會見曙光,但失業,倒閉潮會否見頂質未如樂觀,中外皆然。 所以,大多資產價格持區間上落看法穩陣過盲信單邊,市場實時滿日子多,有幾多大事袋?